会计师的《康川》只是一部有监制葛雷格西尔维曼 sustar的动作惊悚电影 月2016年上映 电影主角是一名患有自闭症的会计师克里斯汀 Priston Wolf 他因为擅长计算和精确性而成为了各大犯罪集团的会计师 但同时也是一名维持正义的独立集合师 克里斯汀在协助一名大型制药公司进行财务审计时 发现了其中的金融不法行为 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 整部电影除了精彩的动作场面外 也展现了自闭症患者的特质与面对困境的勇气 克尼斯汀不仅是一位拥有超凡计算能力的会计师 也是一名强大的战士 拥有优秀的战斗技能和判断力 是一名正义的保卫者 同时,电影也探讨了自闭症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包括社交障碍和严格的规律性等 另外,电影也塑造了一些特殊而有趣的角色 包括美国国税局的特工威诺尼卡·艾博尔 威诺尼卡·埃普尔 安娜尔坎卓试演、冷静而果断的商业拥兵布林 布拉克斯腾、乔温和贝恩所试演等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总之,电影会计师是一部结合动作 惊悚、剧情等元素的电影 故事情节紧凑、主角们的演技精湛 加上导演的巧妙手法 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紧张刺激 同时也能感受到人性和情感的触动